所以不是只有山上那種山上小學才叫職業絕校 考驗的其實是家長的對教育的價值 同學或是學生這樣 因為他幫你學到了什麼樣的能力 你可以去幫助他未來去吸引這個社會的生活 要非常非常清楚你現在選的 做的這個選擇 然後你其實是要付出代價的 也有很多的家長剛開始的時候就說 我沒有在路上還成績要 那如果真的選錯了怎麼辦 你可以回報嗎 還來得及嗎 HELLO 大家好 歡迎回到幸福青子村的村民辦公室 大家到底來購西沙 我是總幹事蘭吉 你有聽過實驗教育嗎 你知道體制外的實驗教育都在實驗些什麼嗎 今天來到村民辦公室 跟你我一起五四三流兩位夥伴 青子天下民體中心的總主比 靖孫 HELLO 還有對實驗教育滿懷憧憬的家長代表 暖暖暖暖 嗨 實驗學校它到底是跟一般體制內的學校不同嗎 從2014年開始台灣立法院就是公布一個叫做實驗教育三法 學校可以有它如果提出一個特定的教育理念 那它就可以做很大的創新 從課程到學址的設計到師姿 它都可以跟體制或是課綱非常不一樣 所以不是只有山上那種 山上小學在做實驗學校 那是 大家都會覺得說實驗學校是不是就是沒有課座椅啊 它都在正名中這樣 你的音效是台灣的第一個所謂的實驗學校 那個時候叫做令貝學校 那其實森林小學不是在森林 你看在森林的山上 那另外後來就有中子小學啦 全人中學啦 中子小學就是唐鳳 他讀的學校 那那個時候那個叫做令貝學校 就是說它其實是非法的 他們其實符合某些家長的需要 他們做得很好 所以其實後來就有帶進我們這個實驗教育三法 所以後來就叫做實驗學校 身為家長代理人們嗎 怎麼會對實驗學校充滿憧憬的 因為我之前接觸的合作者裡面當中 就是他有分享一些 他喜歡的實驗學校的內容 那我覺得看起來蠻有趣 就是跟我們傳統印象中的 對我們自己的童年的小學構成很不一樣 嗯 大家都知道英明花這兩年已經非常的自由 那跟實驗學校有什麼不一樣 實驗教育的這些很多的一些做法 其實也有納入印發 比如說重視素養啊 重視你要在生活面運動啊等等 那重視你的情緒的發展等等 現在在台灣比較多的實驗教育 大家一定不會叫做花豆腐體制啦 體系啦 或者是木特索理體系 因為這個是在全世界就是行之有年的 不一樣的教育理念嘛 那台灣也有這些學校 學校型態的實驗學校 那他可能是公立學校轉型 嗯 那他可能是公辦公營 那他可能公辦民營 那他的學會跟公立的學校是一樣 那也有私立的實驗學校 那這個都比較符合大家對學校的概念 真的就有一個學校 一個常遇這樣 實驗教育裡面還有一種叫做 非學校型態的 學校教育 那這種呢 他就有可能是 30個人的這個自學的團體 還有一個叫機構自求 他的人數是有限制的 也就是周小學大概是200 200多人 然後 這個高中有一個限制 非學校型態的 實驗教育呢 就是有 更大的自由 可能有機會把孩子送到 實驗學校的話 你會不會對孩子未來的升學 這些的 考試的能力 會有有所擔心 現在沒有這麼講求 考試成績 就是或者是說 未來的初 好像跟你考試 或者跟你 真正所學 其實固定你有很密切的相關 對 對 我是讀生日系的 我待在這裡組織節目 對 我覺得很療聰的 還是說 他可能真的就在他的 求學 或者學生之間 他到底學到了什麼樣的能力 可以去幫助他 未來去吸引這個社會 跟什麼 依照現在的趨勢 如果男朋友還長大了 也許 實驗學校 跟一般學校的這個框架 會不會越來越模糊 如果這些實驗的成果 所謂的成功的話 那這個成功 或是是不是可以讓一般的 就是體制面的學校給參考 會選擇實驗教育的家長 就採訪的過程下來 其實會有兩種 一種是成頭 就非常的認同說 我的孩子 你必須要按照他的 發展的程度來教他 不是講體制 就是說所有的人 都是一樣的教材 管你怎麼樣 也有一些是孩子 他可能在體制內的學校 像我們說的 那個糖封 沒有一個體制可以容得下 這樣子的孩子 所以他們就會轉到實驗教育學 那實驗教育呢 其實他真的是沒有 沒有強調所謂的考試 考試的成績 學習的成果 你可以是演戲的方式 你可以是分享報告 各種方式 他如果沒有要出過天鼠 他還是想在國內升學的話 你如果不是透過特殊學材 他還是要考一個叫做會考 不是學者 對 很多的孩子他會覺得說 他會考 沒那麼會考 就是說他沒那麼厲害 就是看到他的同學 大學才開始在摸索 有沒有說 哎呀我這個系不是我 那個系不是我 除了考試這一塊之外 但是大家在300個人的那個教室 有了很多那種熱門的課 然後大家要聽課 然後寫 自己都不習慣 因為學生教育比較小 那所以他在這個照片上有點適應 但是他其實很多的能力就是 就是就是很好 也有很多的家長 剛開始的時候就說 都沒有人在路上 而且只要他好好的學 上途有轉變的嗎 有啊有啊 真假的 五個女生的時候 就會有一個類似家長 開始擔心說 有 這邊都沒有考試勒 他就說我都看不到成績 到底他繼續可不可以適應嗎 像外面是一個什麼 塞浪浮浮浮的世界 就會把它轉到 有什麼回到傳統的 然後甚至他會把 從私立的學校等等 這種都有考驗的 其實是家長的 對教育的價值觀 跟想法 其實不是孩子 我們在資料上面看到一個字 我覺得蠻特別的 它叫做 校家要一致 對 對就是其實 家長要能夠 認同實驗教育這個方法 跟裡面 然後一貫的把孩子 沒錯 往這個方向去帶來 那因為很多的實驗教育 他會強調 比如你剛剛講的 能力啊 或者是 孩子的品格啊 那這些的 練習跟配量 都需要很多的時間 所謂的教育 不是只有在學校才叫教育 你回家也是教育的一部分 在學校 快快學習 沒關係 那你回家就 補習啊什麼的 那這種 有這樣的狀況 小孩會很 那個 錯位錯亂 對 我有聽說 潘北的 實驗機構 實驗教育的 辦選者 他有講到 是他有 他們的家長 是不是這樣 或者是為了孩子好 超級情熱 可是這個好呢 其實是會 改變的 因為我剛開始的時候 我覺得 開心就好 對 後來就發現 越來越不安全感 對對對 照顧這樣 那這個當然 跟台灣的整個 社區的制度 到現在 都還是要靠 看考試身體 這個也是 就是有的人 會覺得 台灣的誰 就要做一半 就是說 這個部分 沒有改變的話 家長會直接擔心 就是 可以理解 那副主選才的這個名額 未來會增加嗎 我們有統計就是說 是滿廢所的成長 那我們現在 不知道今年還會再多 對 很多 所謂的 美偏才 就是 他的某個領域 不是美偏才 偏才有什麼 要帶什麼 他某個能力 特別強 可是他真的 其他考試 不太會 那這樣的孩子 某些大學是非常喜歡 某些科技是非常需要調整的孩子 將來有機會 把孩子 如期的送到了實驗學校裡面 那 你會不會擔心 诶 讀一讀之後 這個 學校風格好像跟你想像不太一樣 我應該會 是先屬於 先做好功課 嗯 才進去的 我其實也不想要浪費我的錢 哈哈哈 對 但是我覺得說 我們還是希望尊重小孩的發展 然後 尊重學校的 拜訓的理念 但是我覺得這個前端 就是你家長必須要有錢做好 很全面的告知 對不對 就是在我們這個 三月號即將出版的這個 親子家家雜誌裡面 在競尊的文章裡面有提到說 要提醒家長 如果 要把孩子送進職業學校的話 一定要參加招生說明會跟試 招生說明會的話 就是你一定要先去嘛 那你才會知道 那時候通常是校長會出來 跟你說 我們學校的拜訓理念啊 我們是怎麼教啊 我們的有什麼不一樣啊 等等 我們採訪過的 各種實驗教育的學校也好 機構也好 因為他真的是非常認真的 他這整個招生的過程會非常長 私立的話 他通常就會有一個面談 想要知道家長的教養的風格 你在什麼情況之下 你對孩子講什麼話 甚至 這個家庭 夫妻的 這個相處模式 他們也要知道 因為這些都會影響你在家裡 怎麼跟孩子說話 怎麼怎麼怎麼教導他 就是他的生活 那這個東西 很大一部分 會影響到孩子的學習 成功的教育 其實六成是在家庭 尤其是在學校的階段 那公立學校 譬如說我們採訪的 英零的證明 他們就是公立學校 所以他不能外談 可是他有非常 是企業的這個盛情表 告訴我你的孩子 在好奇 這個部分 他的表現是怎麼樣 具體詞 什麼事情 然後其他病毒 都能弄出來 在最後就是說 你會對這個學校有什麼期待 然後你覺得 你可以 怎麼樣幫助 這個期待在你的孩子身上完成 所以 家長要非常非常清楚 你現在選的 做的這個選擇 然後你其實是要付出代價 這個代價就是說 我願意跟學校合作 我避免到後來發現說 嗯 不是錯 或者說 這其實不是我要的 所以你以為明言是說 實驗教育其實實驗的 不是孩子 是家長 沒錯 其實是啊 對 在台灣當然實驗教育的這個學校 國際機構 是以小學階段最多 中學就再少一點 高中就最少 如果這個孩子在這個小學 明年六年 他其實培養了 足夠的 讀意思考的能力 等等 他很清楚 他自己要幹嘛 所以其實中學的部分 其實可以讓孩子自己選他 那是不是要回到一般的國中 但也不是說 他回到一般國中 就會很慘 其實如果他前面 真的被我們打下很好的基礎 我中的校長 我私中的校長 我們都會回饋說 你的孩子呢 也是有轉換的 然後其實成績 也都不差 是 要比表現 那如果真的選錯了怎麼辦 你可以回頭嗎 還來得及嗎 我們家長是不是有 沒有哪些地方的不所當 那學校可能就是 在互相討論吧 我覺得很難說 你到了某階段 然後把他轉換回去 比較有可能就是說 你最後像剛經常講的 可能五六年級 你受不了 你還是覺得說 你對於成績 或是對於台灣的體制 就是你那個看 後不去的話 那我覺得這個是比較可能會發生 但是我覺得你要說 風格不太合 我以我對我自己的表情 那應該什麼會發生 也是超野性的家長 對 那還有一種是 也發生過 就是實驗教育的機構 他就倒閉了 就是他辦了幾年之後 他其實才會的狀況 或者是他原來 只是看到這個 覺得是一個傷子 然後就來辦 然後其實就 就挑戰很大 所以就辦不下去 那當然這種情況 也最近當然多次有發生 先少子的話 其實你回到 國畢的學校 其實都是遊客 就是要進到那個 升學院最好的 車子 那就比較辛苦 當然還有很重要是說 媽媽小孩很清楚對不對 媽媽一直盯定 就是當爸爸 所以夫妻有同調嗎 那你沒有同調嗎 嗯 要討論同調嗎 太小了 但是很小還可以討論 我覺得還有一個 就是說 夫妻同調了之後 你的什麼阿公阿嬤 這個是不是也有贊成 譬如說到三年級 他其實他不想寫字 那有的 他就 還沒有 他就還沒有發想到哪裡 或是他 畫畫很強 可是他寫字不太好 或是數學的人不太想算 這樣子 那這個阿公阿嬤 在你看到我小年後 後面都開始的來報約一下對不對 那這個其實是 真的是全家在實際 我們智能社會 真的考試的能力是重要的嗎 有兩種大導 一種是說 他自己就一路很厲害過來 很精英過來 所以他就會覺得說 那我小孩要啦 那什麼東西 或者是 在以前自己在求學生 過程就很受挫的那一種家長 他會覺得說 我只是因為成績不好 然後我就找一些這些待遇 可是我現在不是很好嗎 所以我不希望我的孩子 因為所謂的成績 然後變成受到我那樣的待遇 所以是他會 所以他會想把孩子送到實驗教育 我們要進到所謂的好的機構 他們第一關開始看你的大學利益 對不對 所以雖然這個可能第一關 你可能會有一點點影響 但是越到後面就越知道說 是看你的實力 不是看你的學力 對 選擇實驗教育 會對孩子未來的職涯發展 產生什麼限制嗎 實驗教育 或者是所謂的優質的實驗教育 他通常會注重孩子的 譬如說他會注重 幫助孩子去發現自己 按照現在實驗教育 缺小或者是機構的這個發展 如果你的這個孩子 他是 譬如說自然領域比較強 那因為自然領域越到上面 你就要越多很多的實驗 那一般的實驗教育的機構 是不用這個設備的 現在一般的 譬如說參加特殊選材的 實驗教育的學生 那多拜也就是人文社會的領域 比較強的孩子 那因為在實驗教育裡面 他也是強調你的創意啊 什麼的 在升學上 可能比較不要太大問題 但是如果是真的自然領域很強的 那就真的要去找 譬如說中研院啊 或是大學 是要有這種 你早就是要進入 跟老師學習的這種狀況 是 那家長在什麼樣的情況之下 會選擇把孩子送進實驗教育 考慮實驗教育的家長 他會覺得 孩子的 個別的發展 是他看中的 也就是說 如果到一般的公校 一級 一級二十五個人 然後老師可能沒有辦法照顧到 每一個孩子的個別差異 所以他會覺得實驗學校比較好 那根據親子天下在去年 對所謂的新世代祝福的調查 你比小公的教育制度是什麼 所以你這太驚人了 淘汰不是教師 第一個 第二個是學校做個人化的學習 差異化的教學 就是說 重視每個孩子的不一樣 然後是第三課 對第三課 他就肥養性之人才等等對不對 還有另外一個我覺得非常重要的是說 你期許孩子具備什麼樣的能力 或是教育 他才會擁有幸福 百分之六十八的家長說 孩子要有解決問題的能力 然後第二個多的是 要有檢查自己 調節自己情緒的能力 就是說情緒能力不要重要 解決問題跟調節情緒很重要 我覺得現在大人來說也是很重要的 我覺得家長真的是想得很清楚 然後第三個是認識自己 可以自我形思的能力 然後是好奇、熱情等等 合作的能力 那所謂的高學 只有百分之一的人 三月號的其實比較雜誌 還有其他精彩的內容 可以幫我們介紹一下嗎 三月開始很多的教師說明會啊等等 那三月號 所以我們做的是一個選校時代來臨 家長其實現在有很多的選擇 可以選這個實驗學校 你可以選私立學校 那甚至公立的學校裡面 現在也非常多 就是說它有雙語的提供對不對 所以家長就要更清楚 孩子喜歡的跟自己的教育的念 然後做更好的選擇 那非常謝謝今天二位的分享 如果想知道更多關於實驗學校 以及更多學校相關的採訪 還有資料的話 都可以看我們妻子天下展示的三月號 資訊欄裡面也有更多關於這次議題的數位專輯 在節目的下方留言 你可以跟我們分享你的想法哦 最後記得訂閱、按讚、分享 聽子天下的YT頻道 也別忘了開啟小鈴鐺 聰明五十三 歡迎大家再次再來一期五十三 我們下次見 掰掰 兩期的兩期兩期兩期 一雙三 沒有那一期是我 很不好意思 Randy 你不可以在空氣十有嗎 沒有沒有沒有 空氣十有 沒有空氣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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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你們的側臉嗎 哈哈哈哈 沒有空氣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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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拍照